台北市警察局长张荣 新被拍到跟万华地方角头黄清源 相约在北市中山区晚宴 那么席接根据了解 还包括了北市沟层警官 以及台北市民政局长陈永德 还有台北市议员陈正中 而这场饭局因此周到质疑着黑白两斗 和市议员边吃鱼翅 到底在边谈什么 由于警察局长张荣新 前年在八八会馆案爆发时候 他是时任的独察室主任 当年惩署了26名警官 这回因此就被质疑 根本没有以身作则 山川白衣推门进入餐厅 他是万华地方角头黄清源 几个小时后黄清源与妻子离开包厢 但跟在他们后方离开的 竟然是台北市警局局长张荣新 紧接着还有万华分局 分局长董欣欣 黑白两道怎么会同时出现 时间往回推到去年的5月26号 当天一行人受台北市议员陈正中的邀请 来到位于中山区的鱼翅餐厅进行晚宴 期间还有时任台北市警局公关室主任了 张耀仁明镇局局长陈永德 多名警戒高官与角头的餐序 不免让人怀疑席间究竟谈了什么 我其实我坐在那边也如坐针毡 我跟他谈了也只能谈工会庙会 对于未来这个青山王公祭的这个安全维护 张荣新严正澄清自己事前 并不知道黄青元也会在场 是受议员邀约才出席 事后也立刻报备告知 残序有特定人事 只不过身为北市警局大家长 前年八八会馆的案件还记忆犹新 张荣新市实任督察室主任 最终严惩26名警官 这回遭责疑没有以身作则 难道局长你是双重标准吗 八八会馆是一个私人的餐会 而且是没有报备 那这个的餐会是议员的公务餐会 我巧遇到这个人 而且我有事后有做正事 警察局有跟我回报 只要依法律规定程序来 但该怎么做就好 只是520总统就职前 人事易董平平张荣新接约 署长大卫呼声最高 恐怕这一切的爆料也跟政治扯上边 警政人事易董的时候 警察的黑暗文化 满天飞 黑白两道一起在包厢餐序 敏感时机引人移动 警察还是得好好拿捏分寸面的损坏形象 失去明星 记者王与君叶远鼎台北采访报道 好持续就要带您来追踪 这场鱼翅宴了 世上这位万华九头黄青元 他同时呢也是青山公的主委 每年青山公肉劲都被外界认为是展现实力的一环 不只是各界黑道和公庙积极来参与 甚至许多政治人物也会来参加 也因此可以说黑白两道通吃 而这一回呢根据台北市警察局长张荣新共进晚餐 尽管是由议员跳出来背书 说局长事前不知情 会有角头来出席参会 但还是引发外界联想 才刚从日本返国就在桃园机场被拦下 这名身穿白色短袖牛仔裤的男子 就是万华青山公主委黄青元 看到警察似乎早就知道自己会被抓 这回因为枪炮妨害自由案件被锁定 当初因为威政集团董事长吴明达 不满黄青元居中协调 他和建商之间的纠纷 不仅前去建商公司开枪扫射 更在2022年花500万元买凶 准备处理黄青元 警方长时间搜证终于逮到人 但黑道人士和警察局长张荣新吃饭 也格外隐忍狭想 所以我就找了陈永德民政局局长 来拜托他说青山公文化局 是台北市的三大祭典之一 陈永德局长跟我提了一下 可能也要邀请警察局长 当天还前一天 我跟了公关室就联络了 拜托他局长你一定要来一下 因为妻子是万华人 议员才受到地方人士委托 协助青山公半绕境 才主究了这一场饭局 但这时候身为青山公主委 怎么能缺席 当天一共10人用餐 主位就是陈振中议员 向右的依序是万华分局长董欣欣 时任台北市警局公关室主任张耀仁 议员陈振中弟弟 附会联络人再来才是黄清源夫妻 区长以及民政局长陈永德 我是接受陈振中议员的邀请 那天我是事前之情的 就是陈振中议员邀请说 是不是能够为了青山王基的公务 能够跟这个黄清源主委 他是青山公的主委 能够见面 承认提前知道黄清源要来 但一切是为了公务 但黄清源身为角头 黑白两道通吃 和政界警戒高层共桌吃饭 难免让人怀疑关系匪浅 现在事情曝光也格外 引人关注 记得陈渊祥无心宴 才别续播动